心动的信号舞9位嘉宾成了4对 这么高的牵手成功率放眼内于炼宗市场 绝对是一只杜秀的存在 然而豆瓣评分却只给出了6.0分 刚刚及格被许多热度不高的炼宗甩在身后 节目口碑如此不堪让心动系列陷入尴尬的境地 回顾这一期节目 不得不说还是值得称赞的 节目受官之际 导演小骆驼甚至心有不甘的喊话网友 不甜吗?不尖叫吗? 第五季不好看吗?我不信 确实很甜呀谁能抵挡得了爱情洒的糖 预言CP张根源和李涅双玉应该 是第五季热度最高的一对CP 节目之所以能够低开高走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带来的话题与流量 尤其是后期张根源和李涅双玉双向心动后 在心动小屋里肆无忌惮的洒糖 很好的诠释了恋爱综艺的甜度才是王道 尽管回归生活后两个人都被一些负面信息所困扰 难得是他们坚定本心没有回避或者退缩 反而直面困难携手并肩 这样的感情更加令人敬佩 六万 CP郭浩然和李婉茜虽然历经曲折 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算节目里没磕到什么糖可回到现实生活中 这一对真情侣倒是带给网友不少惊喜 两个人大有直奔婚姻而去的节奏 肉粽CP陈宗伦和金家月 尽管上演了偶像剧般的爱情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两个人面临的异地恋压力并不小 大多数恋宗CP都终结在异地恋上 但愿他们能够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吧 雪球CP薛哲阳和王秋仪是最让人看不懂的一对C P 节目里王秋仪落落大方 勇敢直白他对薛哲阳的心动一于言表 可薛哲阳却总是不温不火 看不出他有多喜欢 以至于收官时两个人连个拥抱都没有 看似双向奔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可回归线下后薛哲阳又热情似火 王秋仪在社交账号上已有动静 他里面出现给予热评 反倒是王秋仪进入慢热状态 纵观所有练宗节目嘉宾们 要么官宣牵手 要么做回朋友 像他们这样始终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 还真是极其少见真是令人爱恨交集 总的来说四对 CP都没有让网友感到下头 他们都在朝着自己舒服的方向发展着 嘉宾们也没有被爆出一些 让人三观惊悔的黑料 按理说这一季节目还算成功不至于那么难堪 网友对下一季节目依然充满期待 可是心动的信号从第二季开始 节目热度与争议并存 尤其是观察是艺人嘉宾越来越不受待见 当然重点是他们没输出什么观点表现太过拉垮 加上节目组费尽心思找到了 形象气质与才是俱佳的素人嘉宾 结果总有那么一两位有过一些不尽人意的经历 让网友说三刀四影响了节目的整体形象 一档综艺节目能够做到5G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做成长青树弹和容易 心动系列一直无法突破瓶颈是该好好思考一下 有没有必要这样一季有一季的做下去 日前导演感慨发文 让喜欢心动的信号节目的网友大感不妙 他说停下来是为了更好的触发 但停下来需要勇气 显而易见所谓停下来 无非就是暂停推出心动的信号第六季 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需要勇气 尤其是5G节目聚集了人气 极有可能因为这一停而烟飞云散 更何况恋宗市场越来越热新恋宗推陈之心 心动停播必定会造成心动粉大量流失 很容易导致心动系列彻底停摆 从而让心动的信号5成为最终季 这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总而言之从评分上来看 心动的信号5相对前两季已经有所回升 而且本季收官实现了4对CP双向奔赴 已经让恋宗爱好者心满意足形势大好的情况下 节目组应该将重心放在筛选 高质量素人嘉宾及艺人嘉宾身上 努力维护好心动大 IP争取推出更高水准的节目